他可以說他去一個那個 他有個公園走一趟 感覺那邊很漂亮 句號 然後就沒了 就沒有了 有些人他就會 他就會很 嘻嘻嘻嘻嘻嘻 感覺他的聲調是一個很異常的說服力 第一個就是一定大家都會問的 就是你的旅遊經驗是什麼 很多應接畢業同學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是有些同學真的沒有出過國 那沒出過國的 我們就會讓他去引導他去闡述 你總有在台灣自己其他地方玩過 不管跟爸媽出去 跟朋友出去 什麼校外教學 你總有高中畢業旅行什麼的 都有嘛 那從這些旅遊的經驗當中 然後看每個人闡述的過程 因為有些人闡述過程 你會意想不到的很簡單 他就可以說他去一個那個 他去一個公園走一趟 感覺那邊很漂亮 句號 然後就沒了 就沒有了 你會這樣就覺得很突兀 就是 你可以一句話帶過一個旅遊經驗 是一件蠻奇怪的事情 那當然 有些人他就會覺得 他就會很滔滔不絕的 有一個床口犯嫩那樣以後 然後一發不可收拾的 他就一趴一趴 講到後來就是 讓主管人會覺得 他對於旅遊的心得 非常的豐富到 讓我們也是蠻訝異的 所以其實旅遊這個東西 如果你闡述的過程跟內容 不會讓人家覺得 眼睛為止不亮的時候 那當然你的機會就會 讓給別人 第二個就是 也會去問說 他未來想要去旅遊的地方有哪些 然後再來第三個就是 他對工作的展望 其實這跟第二題有點相關 有個同仁比較特殊的是 他對中南美洲的旅遊非常有興趣 那是否就可以考量讓他去 針對中南美洲的旅遊產品 去做相關的企劃 或是遊程規劃這一塊 那因為畢竟他很有興趣 那他很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一點 看是不是可以把他的興趣 作為工作價值的產出 因為我們有一些面試是團體面試 五位都是國際大學生 然後其中有一位 因為那時候我們有給題目 讓他們來面試的時候要做簡報 他簡報的內容感覺就是 不像一般其他的同學 他們都是感覺就是像課堂做報告的 那麼的簡單 那位同學他相對的是 他口條表達得非常的清楚之外 感覺他的聲調是一個很異常的說服力 然後當然另外一個是因為他的資料準備的東西 我們覺得他是有認真的做功課 而且他非常的有成本概念 畢竟我們是業內人士 所以我們認知的數據 跟他認知數據有一點點差異 可是其實畢竟我們感覺出 他有認真去做這個東西 而且他是以成本的方向去做考量跟設計 他是完全是站在旅遊從業人員的角度去思考 設計這個東西 他不是單純就是 我給你一個題目 你就做一個報告這樣出來 那麼簡單 在場有五個面試主管 五個主管一致認為 就是那個一定會入群 完全沒有人有不同的意見